八级棒 大家都看到了吧 这斗技呢 有三技 而虎佳同学他全犯了 这第一技呢 就是快 斗气悬凝结不扎实 漂浮无力就出拳 这就好像打鼓的人 节奏虽然紧 鼓点却混成了一片 这第二技呢 就是僵 正式交手的时候 对方是一定具有攻击能力的 如果在变化中 不能及时地做出调整 而像和在家里练功一样 那么你们 出门一定会吃大亏的 是 再来 我打了 这这斗技的第三技呢 就是继窃战 要知道所有斗技的威力 和作战者的意志力 息息相关 而虎佳同学 他的斗气和刚开始相符 已经下降了可是一半不止 虎佳 你可以先下去吗 许多企能力 下一个 谁来 硝烟 你上来 不说 洛林老师 可是 我只会五行拳 那你就使出你最强的一招 让我看看 是 把极 不 奇怪 为什么奇怪 就好像感觉 力打到了棉花里一样 你这一招八级崩 算是得到真传了 五行拳 据说每一世 都有这样的威力 只不过你刚猛太过 就好像一个人扬抗殷墟 只能用猛力对敌 柔韧性太差了 我用温柔的斗气将你包住 你的威力就出不来了 下次练拳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远转如意的境界 切不可一味强攻 如果遇到比你强的对手 一旦硬碰硬 就会被打得肝胆皆碎 多谢老师指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行拳 你们自小就练的拳法 怎么打起来跟没吃饭似的 你们是不是觉得到了嘉南学院 就要学那个多么了不起的什么 斗技功法 你们连五行拳都学不会 我还能教你们什么呀 教你们什么呀 听好了 下面请韩长老给大家训话 来 集合 葛长老刚才说的非常正确 嘉南学院的第一个学期 就是要把五行拳打好 好 我知道 你们没人看得上这套拳 因为它太简单了 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是 千万不要忘了这套拳 要论斗技的话 天下所有的斗技 都是从这套拳 派生出来的 这可是斗地他老人家 当年为了武足少年 开盟学武 特意开创的 虽然只有武招 但是包含了天下 所有斗技的精华 打好了 威力无穷 我记得啊 当时在乌坦城招生的时候 咱们的硝烟同学 用崩拳派生出来的斗技 一招就把 云兰宗的弟子给打飞了 恐怕你们都不相信吧 没关系 叫他出来 我们现场 给你们表演一下如何 谦谦同学 来 来 各位 让开让开 别害羞啊 来 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 八级棒 没事吧 孩子 你身上这斗技 怎么是我们 星云阁的呢 哪来的 我看啊 要在你娘 叛徒的罪名之上 再加一条 私传斗技的罪名 这叫 道法罪 可是她不是叛徒啊 你娘不是叛徒 为什么要畏罪自杀呢 还有 如果她不道法 你身上 这星云阁的斗技 是哪来的呀 你 你放弃 你敢对长老这么说话 我娘她不是叛徒 我是贼 我相信小元哥哥说的话 一定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是 好了好了 松开她吧 当年她还是个孩子 倒是我 是师太 大家加紧练习 罚名今天结束之后 把训练堂打扫得干干净净 告诉你 以后再对长老说这段话 我打得你后悔都找不着 不哭的地方 看什么 看什么 听口令 继续行列